这个男人在客厅里造了个小迷宫 可尴尬的是他进去后就出不来了 他表示里面的空间比想象的要大 女票不信 无论好说歹说 男人就是说出不来 没办法女票只好找来一帮朋友 大家整装待发 打算前往迷宫营救他 结果一进去 好家伙真不是开玩笑 外表仅有几立方的迷宫 内部竟然大过了整间屋子 很快女票等人在里面迷了路 一开始大家还玩得很开心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有趣的键盘 会动的牵纸鹤 正纷纷感叹男人的手艺 可忽然间一个胖妞踩中了一个机关 然后 大家全慌了 虽然胖妞的血液在迷宫中变成了材质 但很明显它凉了 女票情绪失控起来 这怎么还有杀人机关呢 这时男友大夫终于出现 他说一定会带大家出去 结果一回头就撞上个死胡同 这一下完蛋 大家纷纷指责起大夫 可他却有苦说不出 原来大夫作为一名艺术家 因为一直拿不出像样的作品 一气之下自建了个复杂迷宫 结果没想到这个迷宫活了过来 把所有人都困在里面 女票想用刀割开 大夫急忙阻止 说迷宫有一个牛头人身怪当守护者 一旦玩家伤害了迷宫 牛头怪就会追来杀人 没办法 一行人只好瞎摸瞎撞 同行的编导哥情绪高昂 认为这是拍成纪录片的好题材 结果下一秒 他们来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房间 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缩小板和涂鸦 但看起来十分逼真 这时大夫带大家从一个看起来隐形的箱子里钻下去 在管道里一阵翻滚后 好家伙所有人都变成了纸片人 他们跌跌撞撞 正好又碰上了纸片牛头人 编导哥刚调侃对方呆萌 下一秒对方就变成真牛头人 一行人疯狂奔跑 通过管道来到另一个房间 在这里 他们用一块蓝布挡在门口 才骗过牛头人 逃过了一劫 一行人在自己建造的迷宫里迷路了 更坑的是 这个男人的队友 纷纷被他设计的复杂机关接二连三的干掉 而有些机关 大夫自己都不记得 他们来到一个房间 这里有一个能蛊惑人心智的假眼 队友们被诱惑的向前走去 大夫一一阻止他们 表示这个假眼会把人变成纸 因为他已经亲身中过计了 接着他们又来到一个会把人变成黑白的剧场 以及一个群魔乱舞的光影空间 一阵摸索后 众人好不容易找到原先的出口 结果一出来 竟然还在迷宫里 原来这个迷宫会自行扩大 所有人头疼了 他自己要把所有人坑死了 可这时 女票积极鼓励他 在他的心灵机堂下 大夫振作起来 他和好友进行了讨论 他们一致认为 这个迷宫之所以这么混乱无序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能量核心 而作为他的建造者 大夫需要做出一个核心 然后把他放在迷宫中央毁掉 这样一来 整个迷宫就会随之倒塌 于是一行人立马行动 结果没走两步 他们遇上一个指人机关 指人表示 如果不跟他机长 他就不给大家过 于是大夫只好让部分队友 留下来跟指人周旋 自己带着女友去造核心 他提出计划 一旦造好核心 他们就要冒着跟牛头人赛跑的危险 迅速用刀 直接砍到迷宫中央 这伙人打算摧毁 这个要置他们于死地的迷宫 为了跟指人机关周旋 他们开始陪指人尬聊 可指人只是一个劲的 想要跟他们机长 这时 好友拿出一张纸去试探 啪的一声 指人一下就把纸张 吸进了自己体内 如果那张纸是人的话 看来就会是这个下场 这时 编导哥灵机一动 他开始询问指人 关于迷宫的问题 一来二去 他从指人那儿 套出了牛头人的秘密 原来牛头人除了杀人外 最强的欲望就是向往自由 大夫和女票经过了一节黑暗地段 在这里两人陷入了幻境 在不断的回忆交织中 女票意识到 大夫之所以建造这个迷宫 其实是为了向他证明自己 因为一直很失败 他非常担心女票会离开自己 女票安慰了他 表示无论如何 两人都会一起扛下压力 大夫很感动 他终于放下了心结 两人一起造出了能量核心 他们把刀捅进迷宫墙壁 疯狂地向迷宫中央砍去 此时 牛头人应声而动 指人也发狂起来 好友赶紧一个绳索 套住指人的头 可下一秒 地板沦陷 一个巨大的手伸出来 他把绳子往地底拖 好友一个松手 结果剩余的绳子 还在摄影师脚上 几秒后 摄影师足 这时 牛头人也从他们边上路过 好友急忙赶过去 狂喊 自由 牛头人被吸引住了 连忙跟着好友走 大夫趁机来到中央 他启动了核心 然后一刀砍碎了他 一瞬间 迷宫剧烈地震动起来 一阵天旋地转后 迷宫坍塌了 大夫和队友 疲惫地从纸堆里爬起来 他们把剩余的纸片整理好 丢进了垃圾堆 可前脚刚走 牛头人后脚 就从纸堆里溜了出来 自由 这部电影叫做 大夫造了个迷宫 虽然充满许多奇幻色彩 但他本质讲的是 大夫如何处理 自己混乱内心的故事 而最后来到 现实世界的牛头人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大悬念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